内蒙男子意外获得一宝盒 多年后打开发现里面竟然有颗泥珠子 他偶然一天晚上看到 这颗泥珠子竟然在发光 这让男子十分惊奇 难道这颗品品无奇的泥珠子 就是传说中极其稀有的宝贝夜明珠吗 好奇心让男子把珠子带到鉴定机构 专家鉴定后居然说这颗珠子价值3000万 并且还给男子开了一张鉴定证书 然而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男子回家后专家又打来电话说是鉴定出错 不甘心的男子把泥珠送去更专业的鉴定中心 没想到这颗珠子竟比夜明珠还珍贵 那么男子的这颗泥珠子究竟是什么东西 真的能价值3000万吗 故事的起因 还要从40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天说起 内蒙古男子王瞻奎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由于大雪导致视线不佳 老王好奇地走过去一看这才发现 原来地上躺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 冰天雪地中 老人已经被冻得浑身僵持 王瞻奎急忙用血 搓着老人的脖子和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想救 老人的手逐渐暖糊了起来 不敢多耽误 王瞻奎又把老人背起 带到了附近的农户家 老人醒了之后 非常感谢王瞻奎的救命之恩 第二天在农户家临别的时候 老人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送给了老王 这个小盒子上面镶嵌着两颗红色的小石头 老王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在内蒙人们相互之间赠送礼物 是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所以老王当时顺手把盒子放在了上衣口袋 回到家他把衣服和盒子往角落里随手一放 这件事就被他抛在脑后 再次想起此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天已经退了休的老王来到杂物间找东西 左翻右找之后 东西没找到 却从一个废旧的衣服口袋里翻出来一个黄布包 而里面包着个精致的小盒 老王看着这个小盒子 这才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当这次技艺研究才发现 上面相见的两个小石头晶莹透亮 就像个宝石一样 而且雕刻精美 老王心想装的还是个古董 当他轻轻打开盒子后 看到的东西让老王吃了一惊 这里面竟然装满了蜡 二十年前老人给自己一个这个别致的盒子 里面全都是蜡 老王断定这里面肯定还封着东西 他找来一个小刀 将里面的蜡一点一点的抠开 没想到还真让他从里面找出了东西 下面竟然藏着一个淡黄色的小圆球 跟玻璃珠大笑 看着不怎么起眼 他拿着放大镜研究半天 也没有研究出什么个所以然来 老王大使所望随手将它丢进鱼缸里 当作景观石来欣赏 正当老王逐渐一望这颗小泥丸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在一天一礼发生了 这天老王关了灯准备睡觉 忽然发现鱼缸里有光亮 里面的小鱼被照得一清二楚 走近一看 正是之前那颗泥丸在散发着淡蓝色的光 老王赶忙把小鱼从鱼缸捞出来 打开台灯观察了起来 可他却发现 当小鱼在台灯下的时候又不亮了 离光源越远小鱼就越亮 老王当即就想到传说中的夜明珠 莫非老人给自己的这个东西 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吗 于是他拿来相机 准备拍几张照片 找专业人士对比鉴定一下 当闪光灯亮起的时候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 小鱼每次被闪光灯照射支付的一瞬间 都会发出比平时更加耀眼的光芒 老王的朋友得知他有这么一颗神奇的珠子 觉得应该是个夜明珠 但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夜明珠不清楚 为了查明这个问题 在朋友的推荐下 老王来到了天津的珠宝鉴定中心进行检测 专家听老王讲完石头的来历 压根就不相信 他作为宝石鉴定专家 可以说是和石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光他家里收藏的各种石头 都能开一个小型的宝石博物馆啊 像他这么看见天下宝石的人来说 别人眼里在稀奇的石头 在他看来确实早就见怪不怪 然而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当专家看完王瞻魁的这个石球愣住了 他也没见过这样奇怪的石头 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宝石呢 到底是不是夜明珠呢 检测结果出来后让人有些出乎意外 专家说石眼证明 这东西的硬度比较大 而且具有导热性 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这是一颗钻石 老王听后激动的浑身发抖 可又十分疑惑 这跟平时见到的钻石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呀 专家解释说 这虽然是钻石 但又跟平时见到的钻石完全不一样 钻石学名叫金刚石 我们平时见到的钻石只是金刚石中的一种 金刚石的微观组成结构有 三方精细和六方精细 三方精细就是平时见到的钻石 没打磨钱的样子 而六方精细的金刚石 看着就像是个祖母绿色的石头 但它们的化学成分 都是由99.98%的碳元素组成 是自然界中硬度最高的矿石 老王拿来的这个石球的确就是金刚石 价值大概能有3000万左右 后来专家还给这个石球 出去了一份鉴定证书 打着以后这颗柱子就成了老王的掌上明珠 天天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 然而几天后的一通电话 却让老王的心如过山车一般 从最高处直接跌到了谷底 之前的鉴定中心 忽然打电话说不承认之前的鉴定证书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机构想要出具法律承认的鉴定证书 在保护鉴定时 一定要有两位或是两位以上的专家同时在场 并一致认定鉴定结果后才行 而机构的另一个专家知道这件事否 不认可本次鉴定结果 所以之前的鉴定报告成了废纸一张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老王实在难以接受 一气之下并倒在床 整天寝食难安 常常一手拿着珠子 一手拿着废弃的鉴定结果发呆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经常彻翼不眠地研究那个珠子 如同魔症了一般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研究 老王始终觉得这就是个宝贝 于是他要再次找专家进行鉴定 经过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 多位顶级专家的检测 终于证明老王这颗珠子的确是钻石 其中发光的原因是因为 这颗钻石里面还有一种 硅酸露的特殊物质 所以珠子才会在夜晚发光 然而这对于专家另外的发现来说 简直不值一提 经过专家的光谱分析 让现场的各位极度的震惊 这颗钻石竟然还是天外来物 尼湾在射线照射后 数据监视的电脑屏幕上 显示出有六根光谱眼射线 起初的专家还不敢相信 只有天上掉下来的陨石 才会有六根眼射线 多次的实验结果证明 这确实就是一颗来自外太空的陨石钻石 陨石钻石官方名叫兰斯戴尔石 是在地球上极度稀有的存在 可以称得上是来自宇宙的信使 被科学界成为宇宙神使 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收藏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而这颗还是陨石钻石叶明珠 在当今地球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不久之后经过吴国中州建训 等九位最权威的专家联合认证 中国宝石协会和中国文物业系研究委员会 一直认定老王的这个小球 魏运是钻石叶明珠 因为小球的独特发光特征 专家当场估价2500万米金 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 价值有两个亿 终于小球的神秘身份被解开 对于王瞻奎意外获得的这个珠子 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